大家好,这段是想讲讲基心的版路设计 根据这本书的George Daniel的watchmaking 即是制标的第10章 整个第10章就是movement design 我根据第一版讲一段历史给大家听 就是他将George Daniel如何理解呢? 当中就涉及,你们应该有兴趣的 就是德国标常说四分三甲板 等会说到的,但是四分三甲板之前 还追索一些东西 跟回Daniel的说法,其实他早期的基心 大概是这样的 一块叫做Full Plate的东西 Full 即是全,Plate即是一块板 就是全板 没有四分三甲板 在前身,前前身 他说早期的标就类似这样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见过一些旧式的标标 都应该会见过的 就是无端端呢 有个摆子 这样凸了在上面的 其实他原理是这样的 这里是有两块板的 前后板,前面那块你看不到的了 在前面遮住了 然后你见到这块呢 你可以叫做后板 后板 Black Page 其实呢 他的结构呢 就好像一个 漢堡包 或者三文字 就是夹着所有齿轮的 所有齿轮 包括琴重轮 都是这样夹着 你见到很多 石眼 包括画条 这个就是全版的设计 那么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呢 那个摆子 就 不是装在 前版上 而是装在后版上 所以呢 有两个indication 就是装在后版上 第二呢 就是呢 根本是高了上来的 就是突出上来的 就是 和这块是两级 这块就是 后版 就是Black Page 这块呢 就是Balance Clock 单边的 那他有个摆轮 那 但是呢 George Jenner的说法呢 就是呢 去到后期呢 哦 有一个 就是差不多是1800年 有一个呢 Continental 即Continental 就是欧陆 那欧陆的意思呢 就是呢 应该不是英国了 那就是法国那边 那很明显是法国 因为有个 有个名字 叫Leapings 是一个法国人来的 那他直接是一个 他直接说到 Leapings的cadamber 即是一个基心来的 就是用他的名字来设计 这种基心的一个特色 我大概给你看一下是怎么样的 这种这样的 法国佬 即是有个法国佬 有个行家 设计了一个新的模式 就是这样的 他呢 就是将个 black plate 就是后板 就是将这块 就将它拆碎 那 Daniel也说到一点的 就是呢 如果是full plate 全板 是不需要用定位柱的 就这样呢 将这里呢 锁了几粒螺丝 然后呢 就可以夹住所有齿轮的 但是就因为呢 有个法国佬呢 就将这块 那么重要的一块 后板呢 就将它拆散 变成clock 变成这些 那你就好玩了 一个齿轮就可以一个clock 那就加steady pin 定位柱 这样 但是呢 就是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他就是 将 想将这个 摆轮 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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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将这些东西拆散的 那拆散就是 其实就是 那法国佬 最后摆轮了 那为什么要摆下去呢 你会问 就是比较薄一点 因为这个东西是 突出上来 其实是三件东西的 就是这里是两块板 前板后板 还要加 摆轮也高一点 那还要加这个 Balance Clock 那可能还有额颈微调的 那其实就高了 变成了你整个 托标就很厚了 那其实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其实都可能有个原因的 就是 就是整薄一点 那但是呢 他也提到 哦 有个行家 法国佬这么做 将它拆散了 那 哦 然后呢 又是回到英国人那里了 就是 都是英国人聪明 那既然呢 你将它拆得 那 没问题 那 那英国人呢 就灵机一触 对啦 你也拆得 我也拆得 那我将这块板 拆 但不是拆完 我不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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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麻烦 我只是拆四分一 那我这里拆四分一 那就可以将整个摆 扔下去 就是压了 就装进去 前板 那和后板就平了 那就是好像现在的机身 那我这里 哎 我将它合起来就可以 你拆做 你喜欢玩东西 就是这样的 我不喜欢麻烦 我变回 四分三 这样 那这个呢 就是呢 用Daniel的说法呢 其实呢 是英国人 首先呢 是 使用 四分三夹板的 其实就是这样的 那当然啦 也都要有赖 就是他都不得不提 这位法国佬 Leapings的 的说法 的贡献 就是 就是 他也是一个过渡来的 那当然啦 他有提到 他有提到 其实呢 如果你说说美 一定是 这种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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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美的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 第一 切割是有功夫 第二 你是不是expose很多 齿轮出来 那你那些齿轮呢 隨便做 做得不漂亮 你自然还是呢 是这种是好的 所以其实呢 他都 后面呢 就是 这种这样的 板套呢 是漂亮一点 比四分三夹板的 但是呢 你会见到 他进套 怎样由 一种 全版型 去到 法国佬 拆散的做法 原因就是 把把板扔进去 然后呢 就是 都是英国人聪明 这样 这样就把 扔下去 还扔下去 但是你不要拆得那么散啊 大哥 很麻烦的嘛 就是 不切啊 这里 只是保留三分一 就是保留四分三 我意思是 那么 Daniel 说了一点 他都说到 原来四分三夹板 在他那里 有一个 即是有一个 条件的 有一个 类似是少少 definition 他就说 怎样成为四分三夹板呢 夹板呢 就是要看秒针 总之要包起秒针 去到四轮 如果不去四轮呢 就不可以叫四分三夹板 只可以叫半板 但是包到四轮呢 只可以叫半板 但是包到四轮呢 就可以 那这里呢 就是说 如果根据他的说法呢 就可以不包莲花 即是莲花 砍开了呢 就是砍开了做个clocking呢 那这块都可以叫 free quarter plate 这样 那就是说 可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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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那有一点可以说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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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三夹板 就不是德国佬先用 那应该是英国佬先 并且是用先 如果根据 Daniel 的说法是 是对的话 那并且呢 Daniel 也都承认呢 就是 其实最靓的东西呢 应该不是四分三夹板 所以呢 不需要太多迷思 最靓的东西呢 一定是 就是 全部 下了clock 有了打磨 看到了东西 这些才是最靓的基深